起床宿提示 今天開始 跟白時有兩波當北桂風 報導要注意天氣變化有比較大 另外 今年的當天 有確是正常 比較溫暖的天氣 讓人可能多淡過 當北桂風到尾 瞄著隆街中 早前七到十三點六度的結婚 起床宿分析 這部當北桂風影響時間是兩天 共度是比較少 日是國底 在那一頭出來後感受是比較舒適 不過要注意一下 雲差大 白時開始要還有一波當北桂風報導 雲道會更下降 目前預估最低氣溫會出現在 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清晨 中部以北東北部 大約是十五十六度 其他各地大約是十八十九度 其實這種低溫狀況和前幾天出現的 低溫是蠻類似的 開國今年秋天的天氣 起床宿統計 今年四百太平牛酒 生性洩胎 創下秋季相救洪胎生性的紀錄 在五十幾月開始的 冬天天氣形態 在省英海上結束之下 冬天氣溫會比較稍後 容量要比較多 雖然紛紛平凡 不過也許有強烈大陸企团 是這寒流發生的紀錄 目前聖英現象仍然在持續當中 預計這個冬季會達到最強 然後要到夏季的時候 才會逐漸趨於正常 即使平均值是偏暖的 不代表這中間不會有冷氣團 甚至於是寒流影響 現在要進去冬天 選一萬五方胎生性的可能 不過海溫和環境都不理發展 親台紀錄較小 起床宿體時 冬天是連空去路南影響 上市貴賤 要做好武漢的準備 用家宿節水氣的時候要水通風 冬天也是洗碗不打水機 體系民眾就要生水 記者綜合報道